不当大佬的27天 兄弟们今天在玩道具赛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超级大佬 这个大佬是谁啦 接下来我们慢慢揭开到神秘面纱 你就知道他是谁啦 这个赛季啦 咱们现在是黄金五零克星 接下来咱们就来匹配一下 看看能遇到谁啦 结果遇到了郭产 哎呀我去还真是郭产啊 他的名字叫做我是郭吧 兄弟们你们之前说郭产叫我是郭吧 今天我遇到了 真的是太忧心啦 竟然能够遇到传说中第三句的郭吧 哎呦我真是太太太太厉害了 既然遇到了传说中的神法哥郭产 接下来咱们就必须来修一下 自己的一个道具赛比赛能力了 哎这两个家我还怕的真地快呀 不好在郭产还是在这里修神法 没人超越我 哎呀我去被狗叫了 我还是郁闷牛 好了郭产超越我了 现在两个都超越我了 你看郭产还在这里修神法 果然是一个神法大佬 但是我已经把他给超越了 嘿嘿现在把他甩在后面了 那么问题来了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是不是真地郭产了 我记得他的名字就叫我是郭吧 好像是不能有从名的对吧 如果说他还是个名字的话 那应该是他 哎呀我去说说郭产就超越我了 哎他壮大了 这个到底是不是郭产了 好嘞现在的话我们跑在了一起 就看看那个郭产能不能继续修神法了 结果没想到我到这里的时候 中了郭产的一个导弹 我直接被他超越了 好吧好吧 对我们郭产给超越了 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努力 看能不能反超越他了 才能加速带直接加速 好了到了最后的话 确实没人追上郭产和闹尾兄弟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也失误了很多 所以说在接下来时间段 没人超越他们 可以导致我最后被他们拉得很大的一个距离 不过没关系 咱们在最后时刻还是能够像这样冲向重一点的 其实以前我们的郭产也是非常荣幸的 最后来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郭产我是郭吧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郭产了 而且他也是赢了一把把我打下了黄金的 没关系 既然下了黄金 那接下来咱们这把必须匹配到一些大佬来垫个脚直接上黄金吧 好了比赛马上开始了 接下来是受别人真正技术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把他两个给赢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白银进接到我们黄金 不然的话我们被郭产给打下黄金之后 不可能再次掉入白银上 那必须再努力 再努力 来兄弟们 咱们直接来一个加速 好了兄弟们来到这里 他给我来了一个减速 马上都是终点了 我还怕这个减速 不过这两个家伙还是穷罪不舍 我也是有点难以甩掉他 好了到了这里的话 咱们直接减上最后道具 扔出去 然后直接一个加速 前方就是终点 马上就到了 你们还想对我打的 最后咱们也是轻轻松松 剪剪的拿到第一 直接再次从白银 走上了黄金 这感觉真不错 嘿嘿嘿